那你因為透過定期檢查發現是臨期 那就立刻就做了一個處理 當時會不會有一些憂慮或擔心什麼 在醫生給您的報告說是臨期的胃癌的時候 民眾是您的感受怎麼樣 雖然是這個 會不會早期發現臨期的 但是實際上當高速我說 我已經有悔癌的臨期現象了 我實在沒有辦法接受 跟一般的人一樣 但是沒有辦法接受 不會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接著下來就要 平常期待給您的應對 終於入道了 從那個沒有接受到平坦經格了多久 一個晚上還是三個禮拜 大概差不多三天 對 那當時的治療的狀況怎麼樣 有手術嗎 還是做化療電療 各種的治療的狀況 會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對這個還有一段小故事 當然告訴我說臨期 我還在乖癌 我就要求醫生說 你能不能開吃藥 你吃了半個月以後 你還要回來再檢查 所以我就吃藥 吃藥之後再回去第二次檢查的時候 他說沒有排算 你要趕快進行 請問這個醫生很可愛 就是發現臨期的狀況之下 經過病人的要求 就是說吃藥看看會不會 這是一種醫學上面跟病人溝通的 安撫的溝通方式 還是真的看有沒有像 當然醫生最重要的殺手件是說 吃完藥你還要再來做胃鏡 當然吃藥的當中 就是讓病人能夠沉澱自己 能夠面對它之後 開始接受它 然後去處理它 那通常 有再做一次胃鏡 那大家心裡就會比較感冤 這個如果是癌症 基本上也是要手術治療 當然經過了16年 有很多更新的手術方式 比如說傳統胃癌 一定是肚子要打開 現在也有腹腔性的治療 甚至現在也有內視鏡 就是局部的連末切除治療 連肚子都不需要打動 所以手術治療 是要是讓病人在一個點晚狀的 好 就吃了一段時間的藥 我們的劉總就是飆哥 有再去做一次檢查 是不是 就吃完藥之後 我都檢查幾半 對 吃了藥以後 再回去檢查做一種 再回去檢查做一種 可是實力一點都沒有改善 好 那就發現要開刀 那當然當主任已經說 16年前的手術可能 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發達 對不對 所以當時飆哥大概做了哪一些手術 16年前的時候 16年前的時候 當然就開刀 把胃割除三分之二 所以現在我們的位置很小 生效三分之一 這個事後 對於這個保養 運動方面 我是 持續在進行 所以 這個 當一個大病 治療了以後 後面的這個 運動以及激勵的這個生活 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 好 那這次我們劉董的 當初開刀的經驗的分享 我們請教一下張主任 就是 以今天的這個 醫學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關於這個胃 剛才董長說 他就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 那在一個零期的一個 病人的狀況之下 以今天的手術跟角度來看 他到底要切除幾分之幾 在醫學上面的判斷是什麼 以為了癌症的手術 除了 哪一期 另外當然就是大小 另外一個蠻重要的因素 就是長的部位 如果是比較靠食道的這個部位呢 有些時候 即使是一個很小的腫瘤 因為他位置的關係 傳統可能整個位都要切除 不一定是很大的 那如果是在靠十二指腸 優門這一邊呢 那就大部分就是切除 上面這有三分之一 那其實 這算是 這二三四年來的標準手術的方式 那 這樣傳統手術方式 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 很徹底的清除肚子裡面的淋發肌 所以這種傳統的手術 還是有它的好處 可是經驗一直累積 現在有一些 比較早期 而且 部位不是太困難的這個 胃癌 也可以用腹腔筋 打三個洞 就可以做胃癌的切除手術 這個技術目前也是非常的成熟 那 若是 董事長的那個狀況是發生在今天 是 那就還有另外一個現在最新的 就是內視鏡 進去把內化有問題的 再加上旁邊周圍 三公分以上的整個黏膜切掉 是 這樣就不會有胃切除的這種狀況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到今天 醫學比較進步跟手術比較精緻的狀況 這樣也許可能不用切掉那麼多的位置 是嗎 對 甚至完全不用切除都有可能 是 我補充一下 剛剛有一件事情 我遺落掉畫報